第一章 楚贵妃死了 楚贵妃死了 定南伯府的天要塌了 陛下悲痛欲绝 罢朝三日 定南伯府感动不已 决定再宋义女进宫 哪知道楚家里里外外扒拉一遍 没有适龄女子 于是就把主意打到了殷亲的头上 定南伯夫人是宋三夫人的包姐 立刻写信让妹妹带着外甥女火速进京 宋云昭得了消息 一口茶喷出来 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 尖锐的疼痛让她瞬间回归现实 穿越十四年 终于开始走剧情了嘛 她这个恶毒女配要奔赴火葬场了 就 月月欲试 酱香小心翼翼地看着自家姑娘 瞧着姑娘面上殷勤不定的神色 一位姑娘又在伤心 小心翼翼地劝说道 姑娘 您不用担心 这回妇人肯定不能压着你不参选 老爷也不会同意的 酱香很心疼自家姑娘 妇人自打三姑娘出生就不受待见 虽然是嫡出的 这日子过得也就比树出的二姑娘好一点点 跟大姑娘却不能比 他们做丫头的心都要碎了 更何况姑娘了 宋云昭浅浅一笑 对着酱香柔声说道 我知道你是心疼我的 不过这样的话在外头不要说了 免得被人抓了把柄 酱香以为她伤心 她其实一点也不伤心 蔡氏没把她当女儿 她自然也不会把她当娘 这要不是穿到古代笑道压在头上让她很是被动 早就想法子自立门户了 这十几年的猥琐发育 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 还是个顶好脱身的机会 姑娘 眼下该怎么办 酱香虽然嘴上安慰自家姑娘 但是心里却无比焦急 若是妇人坚持不肯带着姑娘上京去定南伯夫怎么办 入宫参选的大好机会可就没了 怎么办 宋云昭倾笑一声 酱香 你将消息悄悄地传到 长房大伯母身边的赵妈妈那里去 酱香眼睛一亮 对 奴婢真是笨 怎么就没想到这个法子 奴婢这就去 大夫人眼里不揉杀 这样好的机会肯定要争一争 只要大夫人肯出头争 就算是为了跟大房那四个还没出嫁的姑娘比个高低 三夫人肯定要带上她们姑娘 酱香急匆匆地走了 宋云昭妙目微转 随即痛快地笑了一声 书中原身的亲娘 宋三夫人蔡氏为了能夺得先机 瞒着宋家其他两房 偷偷摸摸带着她的宝贝大女儿宋青汉上京 根本没带上她这个三女儿 可是大夫人的父亲乃是礼部侍郎 身在京城自然消息灵通 蔡氏还没抵京 大夫人这边就收到了奖家的信 立刻就带着掌房敌树四个女孩追了上去 结果自然是大闹一场 大夫人愣是凭着不要脸的功夫 挤上了定南伯府这艘船 这次她就是要接这个东风 这次大选她一定要去 这是她等了十几年的机会 姑娘 姑娘 夫人院子里的银珠过来传话 夫人让您过去一趟倩草掀起帘子 就急匆匆地说道 宋云昭不急不缓地起身 一身素色傲裙略显寡 完全不像是敌女富贵做派 她也没打算更衣 就直接抬脚往外走 走到半路 就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 转过头就看到宋景轩追了上来 三妹妹 你也去母亲那里吗 宋景轩是树出的二小姐 彻姨娘生的 彻姨娘在家里受宠 连带着生的义子义女都很有些脸面 宋云昭淡淡地点头 并没有搭理她的意思 车衣娘跟宋景轩母女俩心机深沉 知道蔡氏不喜她 但凡是车衣娘要跟蔡氏打擂台 总要拿着她做法子 宋景轩跟自己的生母一唱一和 三年前宋云昭狠狠地出了一招 让母女俩丢了的大丑 这才不敢再轻易对她下手 宋景轩仿佛并没有看到宋云昭的冷淡 笑着开口说道 也不知道母亲叫咱们过去有什么事情 宋云昭懒得搭理她 直接向前走 看都不看一眼 宋景轩瞧着宋云昭的样子 脸色微微一僵 看不起谁 还不是夫人讨厌的孩子 心里这么想 但是嘴上也不敢直接说出来 咬咬牙还是追了上去 进了菜市的院子 满院的花草开得正盛 打理得整整齐齐 屋檐下立着两个刚流头的小丫头 瞧着他们过来赶紧搭起帘子 宋云昭站在狼颜下 还未走进去 就听到了大姐宋清汉开心的笑声 隐隐还传来菜市慈爱的声音 她似是没听到一般直接走了进去 宋景轩知道宋云昭性子古怪 又直又猛 夫人虽然不喜她 但是若是委屈了她 她总是会想法子去父亲面前告状 一来二去的夫人虽然依旧厌恶她 却也不好面上留人把柄 宋云昭一进屋 菜市脸上的笑容就收了起来 敌解宋清汉倒是笑颜颜的说道 三妹妹来了 宋云昭跟菜市见过礼 对着宋清汉点点头 然后直接一屁股坐下了 菜市瞧着就是一阵气闷 自己这个女儿就是来讨债的 宋景轩乖巧地随着宋云昭行礼 安安静静地坐下 眼睛却在宋清汉与菜市的身上划过 然后低头不语 菜市板着脸看着二人说道 明日我带着你们大姐姐上京 你们两个留在府里不可乱了规矩 若是有人请你们出门做客 一律给拒了 凡事等我回来再说 宋景轩一愣 夫人要带着大姐上京 怎么这么突然 她下意识地去看宋云昭 却见宋云昭眼皮也不眨一下 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 她的心里就有些烦躁起来 夫人跟宋清汉笑得这么开心 肯定有好事发生 但是这种好事显然夫人并不想带上自己 这怎么行 宋景轩眼珠一转 立刻开口说道 母亲此行前往京城山高路远 只有大姐姐在身边服侍 只怕累着了她 倒不如女儿随着一起 既能在母亲跟前尽孝 也能替大姐姐分担一二 宋景轩长这么大就没去过京城 但是她知道嫡母的娘家就在京城 虽然那位外祖父只是六品官 却在五选司做主时 是个有实权的官职 宋清汉眼皮一台温声细语地说道 二妹妹的好意我心灵了 只是听说车衣娘又中了暑气病倒了 这个时候妹妹还是多照看些车衣娘 再说这一路上有丫头婆子随时 倒也累不到我 你不用担心了 宋云昭依旧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 菜市对上女儿婉娘般的脸 只觉得分外堵心 越看越是不喜 到底谁是谁的娘 正想要训几句就听着外头有吵闹的声音传进来 她正要开口就听到大嫂蒋师的声音传了进来 瞬间就有了一种不太妙的预感 第二章谁摊上谁倒霉 菜市不安 宋云昭却一下子来了精神 生怕身边的宋景轩瞧出什么 硬压着兴奋摆着一张木头脸往门口望去 蒋师果然不负宋云昭的期盼 进来后就直接对着宋三夫人说道 听说三弟妹要上京 正好我也带着几个孩子回娘家探望长辈 不如咱们结伴如何 宋云昭此时此刻都能感觉到菜市堵心的怒火 但是又不能表现出来 菜市不高兴她就高兴了 这么一个娘 谁摊上谁倒霉 大嫂怎么忽然就想着回京探亲了 之前从未听你提起过菜市压下烦躁后 慢慢开口说道 蒋师依旧笑呵呵地说道 这几年一直没能回去 我爹娘也想几个孩子 正好我听说三弟妹要上京 就想着倒不如一道做个伴了 菜市一个字都不信 蒋师惊得跟鬼一样 只怕是得了消息 这样好的机会是绝对不会错过的 这么一贴狗皮膏要上身 又是嫂子 菜市很不好拒绝 尤其是借着探亲为借口 除非她不上京 但是那又不可能 蒋师的眼睛不经意地扫过宋云昭 那张精致秀美的面庞 小姑娘面上瞧着暮暮呆呆的模样 可私下里却透消息给她 既然成了她的情 自然是要还的 肯定是菜市不想带着云昭上京 云昭又想去 既然这样就帮她一把 三弟妹 说起来咱们家人丁兴旺 这次上京这么多孩子都要带着 一路上可得照顾周全了 我想着女孩子们都养得娇贵 路上的护卫要多安排一队 你觉得呢 菜市一惊 抬眼看着蒋师 大嫂 你要把几个孩子都带上 难得上京一趟 孩子们都长大了 也该去见见长辈 蒋师笑得越发的亲和 但是口中的话 却如滚刀肉斑 不容拒绝 再说这次三弟谋了 泰普斯四成的官职 你们这一房总是要举家前往京城的 趁这次机会 带着几个孩子倒不如直接在京城安家了 免得来回折腾 哇哦 这话说得好 简直是将菜市拿捏了 菜市的脸色很是不好看 又不想让蒋师瞧出不妥 脸上的笑容都要挂不住了 大嫂 这事我还得跟老爷商量 哪能自作主张 菜市搬出三爷来 蒋师倾笑一声 这你不用担心 三弟那里自有大爷去说 再说这次大爷调去玉成都 转运岩石寺做副使 两兄弟也有差事上的事情商量 知道咱们要替他们去京城静孝 不知道有多开心 宋云昭 讲师这话可真是无赖至极 宋家的长辈都已经离世 去岳父母家静孝 也能被他说得如此理智气壮 清新脱俗 果然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不愧是书中能应挤上 定南伯府大传的人 菜市自然是不愿意的 也不会就这么顺了讲师的心 端起茶喝了一口 压下心里的浮躁 这才抬起头笑道 大嫂说得有道理 只是我原是想着老爷要去京城认官 带着清汉先走一趟安置一下宅院 再给我爹娘请个安 亲来亲去的来回一趟也很快 要是带着这么多人 这路上的时间也着实有点长 我早就替你想到这一点 既然三弟的任命已经落在京城 你们这次上京就索性连着搬家一起了 省得来回折腾 你要是怕三弟不愿意 这事儿交给我 爹娘都不在了 长嫂如母 我的话三弟还是要听的 宋云昭心里乐得不行 这菜市这样要面子的人 就得讲是这样能拿出大道理 诱惑得出脸皮的人 菜市心里更堵了 绞尽脑汁想要推剧 还没等他想到办法 就听着讲师又说道 这次老爷跟三弟的差事能这么顺利 少不得京中长辈的谋划 咱们这次进京怎么也得替老爷跟三弟走动谢礼 蒋氏眼皮一番瞧着菜市强压着的火气 魂不在意的诱补了一句 再说 这回我送你们上京城 老爷跟三弟也能安心 一举数得 就这么定了吧 菜市气得两眼一番差点晕过去 这么不要脸的话 蒋氏是怎么说出来的 明明是想糊口夺食 偏要做出一副他辛苦操劳的样子 里里外外的好人都让他当了 蒋氏直接站起身 也不给菜市反驳的机会就这么走了 蒋氏一走 菜市脸上的神色就压不住了 再看着宋云昭的后娘脸 宋景轩满肚子的狐狸心眼 越发地压不住火 正要发怒 就感觉到大女儿轻轻拽了一下他的衣袖 菜市深吸口气 看着二人说道 没事了 你们也回去吧 宋云昭提脚就走 大戏看过了 谁还耐烦看菜市的莲子 宋景轩是想留下的 但是瞧着宋云昭利落的脚步 指的咬牙也跟上了 心里气得恨不能拿个小人戳戳戳 宋青汉把屋子里的人都打发出去 这才轻声细语地说道 娘 大伯母有备而来 你也别生气了 菜市听着大女儿的话 怒气冲冲地道 你听听她的话 好像给我们施恩一样 简直是气死人不过 这消息她是怎么知道的 宋青汉就道 大伯母的父亲在礼部 这样的事情 消息肯定灵通 菜市一想也有道理 随即冷笑一声 一起上京就一起 定南伯夫人可是你的嫡亲姨母 你大伯母就是硬跟着一起进京 难道还能厚着脸皮 跟着我们去探望你姨母不成 娘说的是 所以您就不要生气了 宋青汉柔声安慰道 再说 姨母身边没个亲生的女儿 等到了京城 您就把我直接送去姨母家住着 如此 大伯母那边就没机会了 我儿说的有道理 菜市大喜 她被气糊涂了 这么简单的法子都没想起来 就这么办 到时候我倒要看看 你大伯母那张脸是个什么模样 宋青汉笑了笑微微垂眸 只要母亲答应 让她去定南伯府住着 不只是大伯母那边的姐妹没机会 自家的姐妹自然也就没机会了 云昭那张脸 实在是太出众了 第三章 瞌睡遇上枕头 宋云昭回了自己的院子 丝毫不理宋景轩 平平看她欲言又止的眼神 直接甩掉她回了自己的院子 屋后就对着洛妈妈说道 开始收拾香龙吧 洛妈妈将手里端着的茶盏 轻轻地放在姑娘面前 神色凝重地开口 姑娘出了这么大的事 总得提前做打算才是 妈妈不用担心 府里怎么吩咐 你们怎么做就是宋云昭淡淡地笑道 若妈妈听着姑娘这话 心里直叹气 姑娘养成这冷清的性子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宋云昭随意拿了本书放在手里 心里却想着书中原主就是这样想的 要为自己打算 结果拼命作死 终于把自己作死了 通天大道无数条 何必去挤独木桥 一不小心就摔个尸骨无存 宋云昭自然也是要参选的 书中宋清汉十分忌惮原主的容貌 故意设下陷阱 让他在定南伯府出丑 然后又站出来做好人为他求情 让原主与他一起参选 结果进宫参选时却下狠手 让原主的名声跟脸都毁了 后来出了宫 蔡氏觉得他丢了宋家的脸 随意挑了门婚事 就让他嫁 原主岂能受这样的气 便一根绳子吊死了 可宋清汉却顺理留宫 与女主斗得不相上下 在宫里也风光了几年 哪里管原主的死活 于他而言 原主就是他一块踏脚石而已 宋云昭来了 自然不会做宋清汉的脚下石 而且要想得一门好轻事 以后能过上逍遥自在的日子 参选还是很有必要的 毕竟原书中进宫参选的龟秀 就算是落选也会被皇帝指婚 皇帝指婚 是摆脱蔡氏 拿捏他婚事的最佳机会 至于宋清汉 若是再敢来算计他 哼 就让他自食恶果 再说 现在定南伯府跟宋家 都以为只把自家的孩子 送进宫独占熬头 却不知道再过几日就会有朝臣上书 魏宽地心 广玄美人 皇帝答应了 那时才叫好玩 晚上宋三爷回府 屁股还没坐热 就被隔壁的宋大爷叫去了 等到第二天早晨 宋云昭就得了消息 两家要一起上京 真是一点也不惊讶呢 至于二房 宋家二房本就是庶出 宋二爷虽然读了书 但是没能考中功名 后来又娶了宣州不伤的女儿 便一门心思开始做生意 所以二房依旧留守老家 姑娘 我听说金二哥一早二夫人就找了夫人 听说拿出不少银子呢 降香压低声音 小声回道 倩草手里捧着香龙单子进来 听到这话就加了一句 大夫人那边二夫人也去了 二房家底后 但是二老爷不做官 以后二房的几位少爷考取功名 不还得靠着大老爷跟三爷 出点银子算什么 宋云昭听着两个丫头的话 忽然又想起书中一个细节 二夫人只生了两个儿子 便是二爷的妾室朱姨娘 也没能生个女儿 依旧给二伯父添了个数字 所以二夫人就把娘家侄女谢琳郎 接到身边养着 这一位可也不是省油的灯 后来二夫人花一大笔银子 给大夫人 将谢琳郎送上京 好摸个体面的婚事 人去了大夫人身边没多久 扒上了丞相府的嫡长子 只可惜出身在那里 只能做个歉 是个能人 宋云昭眼睛一转 忽然就有了个主意 对着倩草招招手 你去二伯母那边走一趟 话还未说完 洛妈妈掀起帘子进来 姑娘 二房的表姑娘过来了 您要见一见吧 瞌睡遇上送枕头的 开门大喜啊 请进来吧 宋云昭笑着说道 谢琳郎用后事的比喻 那就是一朵 纯白无瑕的小白花 长得楚楚可怜 若风拂柳 一双寒情木 两弯柳叶眉 当真是大杀气 三姑娘 琳郎贸然过来 没有惊扰你吧 宋云昭抬头看着谢琳郎 一身浅绿色的山裙 裙脚的蓝边 用了金银线勾勒 行走间金光浮动 煞是好看 谢姑娘客气了 难得你能过来与我说话 坐下吧 谢琳郎虽然是二夫人的侄女 但是出身太低 即便是养在二夫人身边 也不会真厚着脸皮 跟其他二方的姑娘轮持续 所以一向是客客气气的称呼 谢琳郎露出一个温婉的微笑 这才坐下 从丫头手里 接过一个四脚包巾的透雕锦盒 放在桌上 我也是刚得了消息 知道三姑娘要跟着长辈上京 这一走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琳郎就备了些小礼物 给三姑娘路上解奔吧 这话说的可真是得体 让人听着就舒心 不过 她来找自己 确实让宋云昭意外 照理说三房最得势的是宋青汉 真有所求 谢琳郎应该去找她才是 而且 原书中也没这一桩饰 如今瞧着倒是有趣 看来自己穿越之后 虽然大方向不变 但是小细节确实有些变化 不枉她苟了这么久 心血没白费 等丫头奉上茶 宋云昭就对着酱香说道 你们也别处在这里了 带着花枝去喝茶歇歇脚 我跟表姑娘说会话 酱香就笑嘻嘻地抓着花枝往外走 花枝看了自家姑娘一眼 这才跟着出去了 宋云昭瞧着这一幕 心中暗暗点头 表姑娘是个会遇下的 身边的人调教得不错 懂规矩 谢姑娘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你我平日也没多少交情 今日特意过来 想必有要紧的事 宋云昭这话这么直白 谢琳琅先是一愣 随即眼睛闪了闪 明明纯 这才轻声说道 琳琅对京城向往已久 只是没有机会 轻见皇城威夷 若是能有机会进京 倒让我了了一桩心事 宋云昭轻笑一声 这种大事 谢姑娘怕是找错人了 我恐帮不上什么忙 谢琳琅露出一个明媚的笑容 不管是成与否 琳琅都感激不已 何况在琳琅心里 三姑娘温柔良善 想必一定会尽心尽力 说着往前推了推带来的礼物 宋云昭伸手打开锦盒 轻轻扫了一眼 面额一百两的银票厚厚一落 估摸着至少也得有千两 银票上面还摆着一只 赤金欠红宝石的金簪 红宝石意义生辉 足有大拇指粗 不愧是出身富商之家 出手确实阔绰 将盒子盖上 宋云昭抬头看着谢琳琅 谢姑娘如此有诚意 云昭自然勉励而畏 很好很好 你出钱 我出力 各有所得 皆大欢喜 作为一个不受宠的嫡女 除了阅历银子 很少会有别的收入 她其实很缺钱啊 这次上京 银钱确实是个好东西 有大用处呢 谢琳琅回去的路上 花枝没忍住 还是问了一句 姑娘 三姑娘不受宠 您找她帮忙 银子不是打了水漂吗 应该去找大姑娘才是 第四章 狗咬狗去吧 谢琳琅文言轻笑一声 隐隐带着些许深意 然后才说到 大姑娘确实受宠 但是你可见 三姑娘真的吃过亏吗 花枝听姑娘这么一说 仔细想了想就到 姑娘说得对 三姑娘确实没吃过亏 不过 虽然不吃亏 但是三夫人却不肯像是 贴补大姑娘那样 贴补三姑娘 所以姑娘给三姑娘送银子 谢琳琅面上的笑容深了些 她是商户女 想要尽官换人家做正妻 难比登天 除非给人做祭祀 可她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 不想当后娘 给人做后娘 要么是个菩萨心肠 舍己为人 要么自私自利 心肠狠一些正的虔诚 可她不想做菩萨 也不想做独妇 所以既是这个身份 她避之不及 姨母为了她 处处逢阴大夫人 跟三夫人 就是想给她寻个好人家 可是哪有这么容易 家里头也想改换门庭 总不能一直做商户 如今几个哥哥 都在努力读书 她自然是想给家里 出把力 只是她一个身归女子 能有什么办法 思来想去 就只有嫁高门 做正妻是万万不敢想 但是既然都是要做妾 自然要选门地高的人家 全天下最富贵的人家 都在京城 所以京城她一定要去 至于为何会挑中 三姑娘帮忙 一来是因为 三姑娘缺银子 二来 大姑娘那性子 人人夸温婉端庄 可是一母同胞的妹妹 被母亲苛待 她要是真心善的 怎么就不能 在三夫人面前周旋 由此可见 这一位是个面田辛苦的 这样的人 只怕自己花了大把银子 最后也不会成事 白白便宜了她 倒是三姑娘 她瞧着做事很有章法 三夫人不喜她 她除了做足规矩之外 压根就不会去 三夫人面前祈求什么 这样的人有骨气 有骨气的人 说出的话肯定有分量 就算是事情没办成 她就当银子 给三姑娘做零花了 再说 这一装饰不成 先结个善缘 以后未必就没 其他的事情往来 总之她不亏 另一边 宋云章没想到 银票居然会有两千两 这不只是大手笔 简直是毫无人性 谢家果然有钱啊 她是个有良心的人 收了重金 自然要办事 宋云章妙目微转 记上心头 把倩草叫进来说道 你不是跟韩啸关系不错吗 递个话给她 倩草盲说道 姑娘 韩啸跟奴婢好 也不过是想打听 咱们院子里的事情 奴婢可没跟她说过实话 知道你忠心 你把表姑娘来我这里的事情 说给她听 就说我跟表姑娘 闹得很是不愉快 倩草一脸猛 姑娘 为何要这样说 你只管去做 若是韩啸问你 为了何事闹不愉快 你就跟她说 表姑娘找我是想要 跟着一起上京 被我狠狠讥讽一顿 把人气走了 倩草 姑娘这么抹黑自己 可真下得去手 倩草走了后 宋云章又把酱香叫来 二伯母来找 大伯母跟母亲的事情 外头可都知道 酱香想了想 这才开口说道 平常也有往来 但是却未必知道 二夫人为了什么去的 宋云章眼睛一弯 咱们都是好人 二伯母的银子 总不能白白花了 听不到想去 把二伯母 为了让表姑娘 跟着上京 给大伯母还有母亲 送了后里的事情传出去 啊 酱香一听先是一惊 随即急了 姑娘 这样的话怎么能传 要是被夫人知道 可不得了 你怕什么 夫人院子里的丫头 婆子那么多 总有几个嘴碎的不是 姑娘这是要那啥 借什么刀什么来着 但是这主意不错 夫人院子里的那几个小蹄子 瞧着夫人不喜三姑娘 平日可没少为难她们 就该让她们知道点厉害 还有一点 宋云章没有说 两边都收了钱 但是未必会办事 他们会以为对方 只想收银子不肯做事 故意放消息出来 逼着对方做 大夫人跟蔡氏 都是私心很重的人 想要促成 谢玲朗这件事情 让他们互相撕咬就好了 先是宋清汉那边 从韩孝口中 知道谢玲朗 去找宋云昭的事情 她自然不想 谢玲朗跟妹妹关系亲近 毕竟谢家有钱 要是跟宋云昭走得近了 对她也不是什么好事 既然不能便宜宋云昭 她就想着 不如自己把这件事情 做成拉拢谢玲朗 以后也许会是自己的助力 哪知道 等她去母亲那边游说 才知道满府里 都是二伯母 为了谢玲朗 砸钱给大房三房的事情 蔡氏气得直拍桌子 瞧着长女进来 火气依旧不散 肯定是你大伯母做的 她这事既想要银子 又不肯出力 想得倒是美 宋清汉也有自己的打算 轻声细语地劝慰道 娘 咱们跟二伯母交好 也是好事 您想想谢家是在宣州 可是一方巨富 等咱们回了金花钱的地方 可不少 三夫人眉心依旧紧咒 到底是咽不下这口气 谢家有钱 那也是谢家的钱 咱们缺钱花 只管跟你二伯父 要便是他一个数字 能有今天的家底 不都是靠着做官的兄弟 您这话说的是没错 但是跟二伯父张嘴 就有大伯母盯着 但是谢家那边 大伯母可管不着 宋清汉笑道 蔡氏依旧沉吟不语 宋清汉微微垂谋 然后慢慢开口说道 金儿个 我听说琳郎表妹 去见三妹妹 结果三妹妹 把人好声讥讽一顿 骂走了 虽然谢家是商户 到底是二伯母的娘家 不好做得太过 还有此事 菜市眉心紧皱 三妹妹还是年纪小了点 娘也别生气 回头我劝劝她便是 她也只比你小一岁 菜市越想越气 这个女儿 真的是天生跟她泛冲 当初她跟车衣娘 前后脚怀孕 就想能生个儿子出来 好把车衣娘压下去 当时车衣娘 先上了宋景萱 她就觉得自己的 好运气来了 哪知道轮到她自己 也生了的丫头 想起车衣娘 那张得意的脸 就这么瞧着 这个女儿不顺眼 若是她是个儿子 车衣娘 又岂能如此嚣张 你替我去 你二伯母那边走一趟 就说让谢琳郎 跟着一起上京 菜市冷着脸道 既然女儿 有一根谢家往来 她这个当母亲的 就把这施恩的机会 给她辨识 宋青汉心头松口气 还是娘善心 二伯母跟表妹 一定很开心 说到这里一顿 司氏随口问了一句 那底经之后 表妹住在哪里 她可不想 眼皮下多住个人 既然宋云昭 跟谢琳郎不睦 倒不如 让他们凑一堆而去 互相牵制着 她也好全心全意 只管着参选的事情 第五章 这一刀插得好 等坐到了前往京城的 马车上 谢琳郎看着宋云昭 真心道谢 多谢三姑娘 宋云昭轻笑一声 男人钱财 与人消灾 谢琳郎闽唇一乐 三姑娘知道我今日 为何坐上你的马车吧 莫不是有人要看我们内哄 谢琳郎笑得更开心了 三姑娘真是个直爽有趣的人 她把宋青汉 去二房的事情 简单说了一遍 尤其是宋青汉 暗示姻母宋云昭欺负她 想想就觉得有意思 宋云昭责了一声 看着谢琳郎 那以后就请表姑娘 多多关照 劝银子了只管找我 管够 宋云昭 行吧 反正俩人各取所需 相得一张 从南宇到京城 要走七天 可是因为参选的事情 几乎是连夜赶路 四天的功夫 就到了京城 等看到了京城 高大雄伟的城门 宋云昭一脸菜色 已经是完全挂不住了 虽然宋家的马车 布置得很是周到妥贴 但是架不住 减震系统真的不太行 长时间坐着 谁能受得住 何况他还是 减配版的马车 就很糟心 宋家在京城 也是有宅子 老太爷过世后 家里的人 还没有坐到京官的 所以这宅子 就一直闲置 如今宋家两房 要回来 早让人递姓 回来收拾打扫 所以等他们回了宋宅 就能直接拎包入住了 京城宋家的宅子 就一处 所以两房人要住一起 大房住了东院 三房住了西院 三房的人不少 三爷要调任 三夫人就让冯姨娘 跟秦姨娘 先留在南宇服饰 随后再跟三爷 一起上京赴任 却让彻姨娘 先跟着上京 三夫人住了西院的正房 前院住了宋伯月 跟宋伯明 后院里宋清汉住了 除政院外最大的院子 宋景轩是树出的 最小的院子给了她 宋云昭的院子 比宋景轩的大 比宋清汉的小 但是却多了一个 谢琳郎同住 在外人看来 三姑娘还不如 二姑娘自在呢 这个嫡女 做得真没体面 至于车衣娘 三夫人让她 住了正院的导作房 宋云昭知道后 就明白 蔡氏要想着法子 折腾车衣娘 不过跟她什么关系 掌房那边的地界 跟三房相差无几 但是住的人更多 只是姑娘就有四个 更不要说 还有妾室跟两位少爷 住起来怕是更不舒服 宋云昭累的头昏脑胀 先让丫头铺了床 熏上香 她倒头就睡 其他的睡醒再说 谢琳郎本想过来说说话 哪知道宋云昭已经睡了 她如今在别人屋檐下 倒不好像宋云昭这般肆意 仔细拙让花枝去 三夫人那边问了好 想要过去问个安 但是三夫人忙着无暇见她 她绷着一颗心一松 礼数足了 这回也倒头睡了 真的累 这一觉睡得昏昏沉沉 宋云昭醒来的时候 天都要黑了 姑娘 您醒了 宋云昭定定神 看着酱香问道 什么时辰啊 深时末刻 有处家里用完饭 您得赶紧起来收拾酱香 边收边抱了衣裳过来 服侍着姑娘起身更衣 宋云昭身臂由着酱香给她穿衣 随口问道 表姑娘呢 已经醒了 等着与姑娘一起去正院 宋云昭就看着倩草道 你去跟表姑娘说一声 让她不用等我 先去正院就是 倩草有些迟疑地说道 姑娘 您跟表姑娘同住医院 这要是分开过去 怕是夫人又要训您了 宋云昭不在意 便是没有这一桩 我就不爱训了 两丫头不由心酸 夫人就是太偏心 倩草还是转身去了 谢灵狼那边得了话 就知道宋云昭的意思 也没迟疑就先去正院了 掐桌时辰 宋云昭不急不慢地到了正院 宋清汉跟宋景轩已经到了 彻衣娘立在一旁 一副诚心服饰的模样 宋三爷还没抵经复任 彻衣娘跟着主母先一步回京 可不是被人拿捏 宋云昭对彻衣娘母女没好感 自顾自地进去坐下 挑了个离谢灵狼远些的位置 一副避之不及的样子 宋清汉瞧着就笑着说道 三妹妹可是不舒服 怎么这会儿才过来 宋云昭捶着眸 也不看看宋清汉 知道 大姐这一路上 要是跟我换换车 我也能来得早一些 宋清汉 这么一朵黑心帘 宋云昭懒得理会她 一嗓子就把她噎回去 谢灵狼心里都要笑疯了 面上却是微微皱眉 看着宋云昭道 三姑娘怎么能如此说话 马车是夫人分派的 大姑娘又岂能做主 宋景轩悄悄撇嘴 她可是知道 谢灵狼能跟着上京 是宋清汉出了力气 则 这会儿就当上狗腿子了 她跟宋云昭不对付 但是瞧着自己姨娘这会儿 还站在一旁立规矩 心里又酸又涩 奈何父亲不在 他们母女落在夫人手里 也只能小心谨慎些 比起宋云昭 宋景轩也更讨厌宋清汉 于是立刻就开口说道 表姑娘可不能这样说 三妹妹自来身体娇弱 身为长姐 自是要照看妹妹大姐姐 你说是不是 宋云昭难得抬头 看了一眼宋景轩 眼珠一转 就知道宋景轩 为何说这样的话 则 这个是个聪明的 知道拉墙头打群架呢 谢妖 但不配合 宋清汉对上宋景轩 就不怎么客气了 淡淡地说道 二妹妹也是做姐姐的 怎么就没让让三妹妹 宋景轩心说 她的马车 还不如宋云昭的好呢 但是这要是说出来 不是打了夫人的脸 在南宇有爹在 她自然不怕 但是现在爹不在 她就有顾虑 亲自把把柄 放到夫人手里 蠢货才这么干 谢灵狼趁机插一刀 大姑娘说的有道理 宋云昭心里拍掌较好 面上依旧一张木头脸 这个谢灵狼真是个妙人 真会给宋清汉拉仇恨 三夫人就是这时候出来了 屋子里瞬间安静下来 琪琪起身给她请安 三夫人直接在上手坐下 面色淡淡地看着众人 今日是底经的第一日 算是吃个团圆饭 以后你们就在各自屋子里用 早饭后过来请安就是 众人齐声应试 三夫人就让摆饭 这一顿饭倒是吃得很是平静 三夫人心里只想着参选的事情 着急把大女儿送去姐姐那里 一时间也顾不上小女儿那张婉娘脸 车衣娘在一旁服侍三夫人吃饭 三爷不在 她不敢轻易作妖 宋景轩也夹着尾巴 难得吃了一顿清净饭 等吃完饭 三夫人把众人打发走 只留下长女 对着她说道 女儿个你先跟我去探望你一模 最好是能直接留在那边 别人好说 就是你姨母膝下的妓女 你要当心些 不是个好相遇的 只怕会阻挠这事 宋青汉眼睛闪了闪 不如带上三妹妹吧 若不带着 只怕姨母也会问起来 您也不好交代 宋云昭那性子 正好帮着她挡一挡 楚玉营那妓女 还能趁得她温柔善良大方 好帮着她